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鮮魚精雞在嬰兒出生 下了很多七寶的雨 大家覺得奇怪就問佛 佛說祂的姻緣說在 僻是佛 僻婆是佛 僻婆是佛的時代 有許多的出家人經過村莊 大家都善根 想要請這些出家人來供養 做的種種的供養 一個窮人他也想供養 家裡很窮 找不到東西供 他當時有一種白色的石頭 看起來像珍珠一樣一顆一顆的 他想他最好的東西就是這個石頭 他就把這個石頭拿來供養出家人 當然就是製成的心 來勤盡地供養 供養的時候還發了很大的善願 這就是有智慧的人 他會去祝願 他會去祈願 他都是好的 所以我們同修你遇到圓境 好的圓境 你當然要發善願 對不對 哪有人在供養的時候 供水果 供燈 供香 供佛的時候要發惡願 希望我自己怎麼樣不好 有這樣的人嗎 這樣人有問題 但是這是善的圓境好的圓境 當你有惡的圓境 你更要發善願 比如說你被打了 你被羞辱了 或者你生氣 受到刺激 很多人這時候就發惡願 對不對 那你糟糕了 這時候更要發善願 希望以後這種不好的事 都會消失 你看這人表現很差 刺激到你 希望這個人會覺醒 希望這個人趕快改善 你要發善願 發惡願 以後你受爆的時候 你就叫苦連天 所以這樣的一個善姻緣 他九十一節當中 都感受無量福德 財寶豐盈 一時無缺 所以這小小的善的供養 就可以招感多生累劫 大的福報 這只是我們自己不知道而已 那再來呢 就是沒有造業 不會受業的國報 絕對不會受業的國報 就是你沒有積極能感苦樂的業因 你沒有去做可以感受苦樂的業因 就不會感得苦樂的國報 那學佛的人一樣 沒有積聚成佛的善業功德 就不會成就佛果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要積聚成就的 解脫的這樣的一個因緣 供燈也好 拜佛也好 點香也好 供水也好 做大會供也好 火供也好 種種的善行 你現在普師普度 對不對 印經善業你都要祈願 我希望將來能夠成就 那可以往生淨土 可以回向我的家人 可以大家風調雨順 可以大家離苦得樂 常常發這些善願 多謝 金 你 因為 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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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